你们两个 要是在宫里出了什么事 小心脑袋 是 是 走 走 长王殿下 本王应旨前来觐见 还请 戴卫通病 陛下有紧急任务要处置 片刻便来 长王殿下可先行前往京城堂等候 好 多谢 长王殿下 长王殿下 救命啊 殿下 殿下 他们把小人抓了去 殿下 你说什么 朵王没见过你 你不要胡说 殿下 你让小人们去行事 现在却杨状不知 莫非 你有其莫杀驴不成 朵王从没见过你 你不要血口喷人 是啊 你说是长王指派你 可有证据 皇兄 皇兄救我 皇兄 机场不认识这贼子 机场不认识这贼子 啊 皇兄 别过来 皇兄 愚蠢之计竟然敢在此洞上 你敢动机场分合 皇兄 朕定要你百倍偿还 来到陛下面前 何不坦言交代你 也可求个活命 你觉得陛下会骗你吗 还不从事招了你 皇兄 机场 皇兄 别 来 皇兄 救我啊 皇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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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把厂王护到片殿去歇息 如何 回禀陛下 厂王殿下乃受惊过度 导致失溺并无大碍 臣开启方药 安神便可 快去吧 臣告退 季长啊 你可听到了 安心歇息便是 皇兄 以往起始之后 宗室凋零 你我兄弟姐妹庶人 而今 只剩下皇兄和臣弟 相依为命 臣弟每日里 只想着如何为皇兄效力 如何讨皇兄开心 哪里 哪里敢做对不起皇兄的事情呢 皇兄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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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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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明白 别怕了 是啊 如今就只剩咱们俩了 适当的时候 朕会昭告天下 让他们去找 去找那些 因遗亡之乱 失落的宗师 尚有人在 也未可知 臣请陛下收回成命 当年遗亡之乱 诸位皇子 帝姬 亲王 踪迹都是死的死 散的散 除了置居住年的 敞王殿下 再无在即之人 此旨若是一下 万一有人 自称是陛下流落的 手足兄弟 我等 又如何判断 是啊 宗师血脉 容不得半点含糊 还请陛下审慎处置 臣请陛下 收回成命 的命 清海宫 因何一言不伐 陛下 臣认为 这是陛下的家事 为臣的 不该置会 清海宫说得有理 此事朕心意已决 不须在意 皇帝陛下有旨 凡宗室子女 早年 因战乱遗散者 凡能自证身份 或他人代为证明者 无论国土内外 皆可恢复封号 恢复封义 清死 清死 凡宗室 姓氏 楚氏 明诞臣 按辈分 应该是陛下的 叔父呗 叔父呗 广报 可是欺君之罪 认错千金 还能杀人哪 到底报是不报 报 我就是陛下的叔父呗 楚氏 明诞臣 陛下 叔父呗 年 五十有六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我再不敢冒人冠亲了 冠亲 这是皇亲 严得是 是 饶命啊 大人 大人饶命啊 大人饶命啊 都看到了吧 冒充皇亲国戚 乃是死罪 下一位 公爷 自认是宗室的人很多 礼部也分设官职入手 另辟地点 逐一勘察 司宜冒充的 当场处置 混沌不清的 理性线索 一一在查 公爷 属下还是不明白 陛下为何一时兴起 发出此等旨意 依我看 就算认回的是真的宗亲 恐怕有多半有害无力 陛下或许 只是觉得孤单吧 也是 说起这厂王殿下 也真是可笑 公爷带内人入宫与他对质 只不过是试探之举 没想到厂王殿下 竟然吓尿裤子了 公爷 昨夜里礼部来了一个人 听经办的官员讲 此人像极了聂妃之女 厂王殿下的姐姐 直闯礼部 对 直闯礼部 而且听他们说 派头还不小 派头是最好做的东西 不急 等我从左卫回来 是